Hello 小朋友们大家好 你们今天好吗 我是赖老师 今天赖老师也来分享这本小书 这本小书是一个小朋友 送给赖老师的礼物哦 我觉得很棒 所以想跟你们分享 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说什么 如果你给赖老师一块 巧克力饼干 在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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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发生什么事呢 猜猜 嗯 你看到了什么 巧克力饼干 如果你给你的老师 一块巧克力饼干 嗯 他会把它吃掉 他会 他会想要喝 喝一杯咖啡 还有呢 因为啊 这个咖啡因 会给他很多的能量 所以呢 嗯 他可能会想要去购物 去买东西 是的 买什么呢 哇 购物的时候 他会发现一些很棒的钢笔 有紫色的 蓝色的 绿色的 橙色的 粉红色的钢笔 哇 真是太棒了 我可以写好多好多好多的功课 然后呢 他还会走到 自我照顾区 嗯 找到什么 找到一只唇膏 他还会找到一些舒适的袜子 摸起来 哦 太舒服了 还有什么 哇 他在回家的路上呢 他肚子饿了 他会想要买一份晚餐 吃什么好呢 我们吃汉堡 薯条 和可乐怎么样啊 真是个好主意 回家以后 他还会想要吃一点零食 巧克力 蓝老师最爱的巧克力 还有吗 有有有 等到他 啊 要睡觉的时候 他会想要 敷一些面膜 让他 更美丽 当他放松后 他可能 还 想要再有 另外一个 巧克力饼干 这就是蓝老师的礼物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喜欢吗 好啦 这就是我的小叔 谢谢小朋友送给蓝老师的小叔 蓝老师很喜欢 与你们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咯 再见 undertaking 我们下个比赛了 视频道